日是不算了 就默念这三句话 好运不请自来 风雨是天际常态 坎坷是人生常态 我们先走在道路上 有飞飞就有不算 有坦途就有泥泥 其实考着的就是你我的心态 心态好了一切好 看开看散就成龙 当我们觉得自己有委屈的时候 默念这三句话 帮助你改变心态 一 所有的脾气 都是坏运气 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 和人发脾气的时候 只会让你丧失理智 让事态往严重的方向发展 脾气越大 风雨越大 甚至有时候 我们因为生气 有粉自身健康 脾气就是力气 只会灼伤自己 不会让你脾气太来 唯有平衡心态 平心静气 努力改变当下 一切才能如意 二 不要做傻傻碰壁的人 不要做一个只知道傻傻的碰壁的人 尤其是当一条路走不通了 你不要非得撞得头破血流 才知道回头 人生有些路就是这样 总有走不通的时候 走不通就绕行 想不开就不想 有些个烦恼 越是我们胡思乱想 越是一团乱麻 特别心烦的时候 不要做决定 因为一般做出的 都是悔不当初的决定 路走不通了 静一静 平心静气想一想 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三 把坎坷 当成人生的磨刀石 人生总有艰难险阻 其实一切的障碍不过是 为了磨炼你罢了 要不你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路 是不是所有的坎坷 最后都化作了你骨髓里的坚强 不要因为一些逆境 就此消极 就此悲观 我们如若不想被困难打败 那就勇敢一点 就坚强一点 早晚有一天 你会发现 你觉得难以逾越的高山 不过是你脚底下的土坡 人的格局 会回着人的年龄增长 主动磨炼自己 你的眼界多大 世界就多大 没关系